给大家开箱,我是刚下班回来,刚卸了眉毛和口红 然后回来给大家看,其实不想给大家看我现在的状态了 下班回来一般就是特别疲惫 特别疲惫,算了,别看我了 购物分享,我这购物分享的开箱地方总是在这个家门口 我在信上下了一个大单,上百块吧 单它是分三拨来的,这只是其中一拨 然后第一拨已经来了很多衣服,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等以后要是穿的时候,或者是广大处穿的时候 再给大家展示,告诉大家那个是谁上买的 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谁上买一些小东西 他家的衣服还是裤子,每一个都有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还是蛮好的,就质量还是可以的 这个袋子,可以装鞋呀,装一些小东西 然后旅行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都是给扔的 因为我买很多衣服,就是太多了 刚才其实录了一下,但是觉得以后开箱不要在 我总在那个门口 我就坐下来放在桌子上好好给大家拍 拍完了之后好好收拾,然后消毒 擦桌子就好了嘛,真的每次站那拍费劲 而且都给大家拆好,一个给大家讲,这是多好嘛 我们就从头说,我在信上买了一个这个转换头 就其实也不叫转换头吧,叫外接的这个 就这个插到我的那个电脑上 就是我是想把它拿去到办公那个电脑上 因为那个电脑只有这么一个USB的插口 我有的时候需要充两个手机 有的时候需要插鼠标,有的时候需要充我的耳机 所以说何苦呢,那我就买一个这个 它还线比较短,挺小巧的 然后USB接口就插上就好了 类似于这样 耶,OK 然后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耳钉 我买了几个 12345 我买了5个耳钉 我买了这个donut 他们家的这个电器啊,就是很塑料感 塑料感很廉价的一种感觉 但是他家的耳钉呢,就看起来 就是手感摸上去 就是不行 就是很廉价 但是它看上去就好高档啊,你知道吗 就看上去就特别漂亮 我这个灯瓜还不好 我买了一个donut 它是这个 好多donut 好可爱好可爱 然后买了小花花 咦,在这里面怎么是粉金色的呢 好吧,它应该也是粉金的 然后买了这个小茶碗 这个小茶碗看上去确实有点粗糙 好吧 但是也蛮可爱的 买了个小猫猫的 Hello Kitty的 这个看上去蛮好的 但其实手感摸起来其实不怎么样 就这两个小猫猫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小蟹 小螃蟹和小贝壳 耶,小螃蟹和小贝壳 这是我买的耳钉 然后我买了一个三个为一个order的香水 随身带的香水 它的这个毫克好像是7毫克 还是7毫升 然后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这个就是从这个眼这儿 直接插那个香水的那个头那儿 然后它自己它就灌进去 还蛮好的 纽约 必须得带个香香 随身带香香 这样子太臭了 纽约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喷壶 它这个好像可以挂在那个什么上的 挂在包包上的 还给了一个小漏斗 这个我不知道它怎么灌 但是呢这个我是打算灌那个 其实我是打算灌那个爽肤水的 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 就是没有爽肤水的那个 而且这个呢也可以灌酒精 然后挂在包包上 然后酒精就喷喷 而且这个呢也可以灌香水 这个呢比它大 这个好像是50毫升 但是属于旅行装之内的 还蛮好的 它就是这种喷喷 然后买了这个小手手 这个小手手是 这个小手手就是这边是双面胶粘的 然后这边就是挂那个手机线的 我是想给它放在床头一个 因为我那个床头的那个手机线 每次大家就是在床头充电的时候 就尽量就不要把那个手机线 就是那个插口放在床上 所以说我就是想把它扔在地上 可是每次我那根线比较长 每次一大早晨 我起的早5点半的时候 就把线扔到地上 总是哐啦一声 就是容易吵醒王大厨 就是用一个塌 然后就给它框在这 它就不会掉下去了 但是我感觉好像王大厨也挺喜欢的 它好像要放什么来着 然后买了两个壳 这个是小镜子的壳 这个小镜子的壳 夏天嘛 汗流甲杯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眉毛 眉毛掉没掉 所以说有个小镜子 剩一家的壳是没得说 剩一家的壳虽然是塑料感不怎么样 就是很单薄 但是呢 它很多样式 很好看 不次于淘宝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壳 这个马上不是要July 4th嘛 那个国庆节嘛 然后买了一个美国旗子的 然后呢 买了一个手表的链 这个是透明的 就是它在图片上看 它的质感很好 但是它手感 它就是个塑料 回头我绑上想试试 然后它还有送这个 这个可能是卸这个 这个链链的吧 然后买了一个指甲贴 我终于下手指甲贴了 这个指甲贴在那个屏幕 在屏幕 在电脑上特别好看 可是在这儿就不太显现 我先拿我妈下手 我先去给我妈试一下这个指甲贴 就是它先有这个胶粘上 然后把这个粘上 大概就这样 因为我第一次用 首次尝试 先买一个试试 然后是夹子 夹子是四个唯一一个order 它这个夹子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就是你看它这个质感还是很好的 我现在头发短 就是每次这样一夹就好了 省得还在拿皮筋套来套去的 就是办公室 各放两个 妈妈一个 家里一个 然后买了眉笔 不是眉笔 这叫眉刷吧 这个这面这个头是可以刷眉吗 但是感觉它的大小对焦 大小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是质量问题吗 还是怎么样的 而且这个你看 这个是它就这样设计的吗 还是它本身就弯的呢 还是本身被弄弯了呢 好吧 我就是现在的眉笔 没有这个眉书 所以说我总想书眉毛 就买了个眉刷 然后呢 对我买了三个这个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叫Type-C 就是现在所有的苹果的充电线 和三星的充电线 它都没有那个充电头 它只有线 而这个 而且它们不是这个USB的 就是所有的苹果和三星 它都是这种的 这种插口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然后它没有USB 而我呢就有很多USB的那种充电器 所以说我就买了三个 家里一个 王大厨一个 学校一个 还有什么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这个叫纸片式香皂 我觉得很好 哦好紧呢 这个纸片式香皂 就是它是一个香皂片 每次就拿出一张 然后去洗手 听说还不错 但我就不知道这泡沫感怎么样 这还蛮可爱的 对我忘说了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盒子 这个小盒子 不是里面的粉铺 这个小盒子是专门装粉铺的 它的这个质感还是可以的 但是塑料嘛 就是还是蛮塑料的 以上这个呢 就是试影响买的东西 试影响我还买了很多衣服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衣服等王大厨穿上的时候 或者我穿上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好了 这是试影响买的一些小东西 它一共分了两单 小东西一单 衣服一单 然后说一下Fresh Fresh家是打七折 本身官网打七折 然后American Express是买满90-25 我觉得蛮划算的 我主要是看上这两个了 这个是红茶 紧致精华 眼精华 OK 眼精华 自从上次Dr.Denis的那个眼精华用完之后 一直没用眼精华 所以说也比较想尝试它 所以说今天马上晚上就用上 然后这个呢 好像是他家新出的款的一个精华 我本来其实想买个大瓶装 后来就是想给凑单到90嘛 所以说正好也没用过 所以说先买个30毫升的试一下 就是那个抗老的一个精华 然后买这个之后呢 它不仅七折 不仅有American Express打折 然后他还送一个礼包 Keep it fresh 这个礼包里有什么 这里包还蛮大的 小礼带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是什么 它一共有四样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 这个水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水 看到它有那个油膜感 我用过它的症状简直不要太好啊 吸收还快 而且特别滋养 我让我妈说去买这个试 她都买错了 她都不知道买啥 所以说打算把这个拿去让她试一下 就是这个太好了 玫瑰水 但是它是有油膜在里面的 对焦 看它是有油膜感的 它叫serum 就是精华水嘛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大豆洁面 是不是 它还送一个大豆洁面 然后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深层补水的一个cream 它和刚才那个深度补水的水精华 它是一个系列的玫瑰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玫瑰的lip 唇膏 以上这些就是fresh送的 我已经拍不动了 我连拍一个开箱视频都已经累成这样 算了 以上呢 就是这支开箱视频 给我分享 我在信上和fresh家买的东西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加订阅哦 拜拜 拜拜